接著要跟各位就開始要介紹重點 普克定律 就是力跟形變 我們前面跟各位講 怎麼知道有受力 一會產生形變 形變就是形狀的改變 包括伸長 包括縮短 包括彎曲 包括扭轉之類的 國中基本上只談伸長 國中基本上只談伸長 就是拉了以後會變長 變長 OK 所以形變就是形狀的改變 叫做形變 受力之後會有形變 包括噹噹噹這些東西 那我基本上只跟各位談伸長 很伸長 那有一個 東西這個意思 名詞的意思 就是有一個彈簧 拉長之後 放手就縮回來 變回原來的狀況 受力之後力消失之後 回復成原來的情況 這個性質我們稱之為彈性 稱之為彈性 那個東西稱為彈性體 這個縮回來變成原來形狀的力量 我們稱之為彈力 或者比較有學問的說法 叫做彈性恢復力 彈性恢復力 所以受外力作用產生形變 外力消失形狀回復成原來的狀況 這個性質稱為彈性 這種力量稱之為彈力 或者彈性恢復力 彈性恢復力 OK 那麼有一個叫普克定律 他說在彈性限度內 形變跟外力會成正 如果要很挑剔的說 應該是跟彈力成正 因為有形變之後就會產生一個彈力 形變越大 彈力就越大 所以他應該是要跟彈力成正比 不過我們國中生通常沒有這麼計較 也是因為外力才會產生形變的 所以我們就說你跟外力會成正比 所以形變跟外力會成正比 在彈性限度內 形變會跟外力成正比 或者說形變會跟彈力成正比 正確的說是形變跟彈力成正比 有一個神奇的公式長這樣 力量 Delta代表改變 所以形變1、形變2 Deltax1、Deltax2 什麼是形變 形狀改變 我們是伸長 所以x1-x0 x0就是原來長度 原來5公分 現在7公分 7-5 身長2公分 可能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x1-x0 x2-x0 叫做形狀 改變所謂公式 我們未來真的在解析的時候 很少真的用這個公式去解 用感覺就好 或者是用以前的為他搭起友誼的橋樑 看一看就是吧 A公斤重2公分 2公分重4公分 直接看直接比就出來了 很少會再直接帶這個神奇的公式 不過你還是要看一看 知道一下 重點要注意前面的Deltax 叫做形變 形狀改變 後面有個s1-x0 s1那個原來的長度 現在多長 減掉原 原來多長 還是我的形變有多長 這件事情我們後面會再提到他 考試問兩種問題 一個是問全長 一個是問深長 這兩個意思不一樣 這叫做複刻定律的公式 就長成最不得性 他叫做在彈性限度內 外力會跟形變成正比 或者是說彈力會跟形變成正比 叫做複刻定律 那這個名詞叫做彈性限度 什麼叫彈性限度 不使彈簧產生永久形變的最大外力 叫做彈性限度 你現在有一個彈簧一拉 伸長放手縮回去沒壞掉 變用力拉伸更長放手縮回去 還是沒壞掉 再特別用力拉放手縮不回去了 彈簧掛了 叫做超過彈性限度 超過彈性限度 所以叫做不使彈簧產生永久形變的最大外力 稱之為彈性限度 還有一個名詞叫做彈性疲法 彈性疲法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不爽回去了 這個彈簧掛一個是公斤重 伸長了 拿下來做回去了 表示在彈性限度內 掛上去拿下來做回去 掛上去拿下來做回去 掛著不放擺著放了一年拿下來 他不回去了 他就覺得這樣就好了 叫做彈性疲法 他已經累了 你生那麼長生久他習慣了 他不再回去叫做彈性疲法 所以他雖然沒有超過彈性限度 你放太久了他不爽回去了 懶得再回去了 所以叫做彈性疲法 這就是名詞上你了解一下 什麼叫做彈性限度 什麼叫做彈性疲法 那就可以了 重點 虎克定律 請記住 在彈性限度內 外力或者彈力跟形變成正比